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让男人宠你一辈子 婚姻的经营其实是一门艺术 在婚姻中 从来不是付出的女人最容易得到宠爱 在现实的婚姻中 你也会发现一个这样的悖论 一个女人越付出 反而男人越不珍惜 婚姻是一门情感与理性都并存的艺术 在婚姻中 或许女人要知道 女人要学会付出 只有正确的付出 才会激发男人的无限的疼爱 生活中大多数女人结婚后 整天不是围着老公转 就是为了孩子忙碌者 婚姻中的所随 让女人就像一个陀螺连轴转 完全失去了自我 而且开始变得思虑重重 站前顾后起来 女人心里的归属感很强 她们总以为自己步入了婚姻 就找到了最大的依靠 正是因为这种心理 大部分女性都会随着平淡的日子停止成长和进步 曾经的追求也慢慢在脑海中抹去了 失去了自我的女人 无疑是可悲的 婚姻里 女人拥有了保持自我这样本事 就不用再却害怕男人会变心 最近 小白在看一个真人秀节目 妻子的浪漫旅行舞 里面几对明星夫妻的相处非常有意思 不仅真实搞笑 情节还跌宕起伏 尤其是几位女嘉宾的育夫之书还各有不同 非常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撒娇小女人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千海路总是一副严肃高冷 撒爽概念的女爸总形象 然而 在感情里 她却是一个爱撒娇的小女人 只要老公冒心军在身边 她就是柔弱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赖宝宝 可谓是反差极大 千海路超爱睡懒觉 经常赖闯 老公会提前做好早饭哄她起床 而她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跟老公要爱的抱抱和亲戚 沉迷于各种八种小说的她 经常会不自觉把自己带入小娇气的角色 没事就爱堵嘴跟老公撒娇 山路不好走 穿高跟鞋的她要换运动鞋 于是她一脸无故地跟老公说 老公 我这个鞋子为什么穿不上 老公听到立马万有给她穿鞋 惹得一旁的妻子们又震惊又羡慕 简直甜腻到人生共愤 都说撒娇女人最好命 一个会撒娇的女人总是不缺疼爱和保护 懂得服软 娇柔但不造作的女人 总能激发出男人强烈的保护欲和满足感 也恰恰是这份柔情 会让男人心甘情愿给予妻子更多的爱和宠溺 一个女人 即便在外雷厉风行 但在自己爱的男人面前 也要保持一份少女情怀 展现自己的可爱 这是一种经营婚姻的智慧 相信很多人一开始都不太理解 林峰为什么会跟名不见经传的张新月结婚 但是看了节目之后 慢慢就开始明白 张新月 是一个嘴贴 温柔又高情伤的女人 脸上总是带着甜甜的笑容 在林峰面前 她永远是一个小迷妹 经常会用土味情话刮老公 很懂得讨对方欢心 善解人意的她 总能发现老公身上的闪光点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无论老公做什么 她都会给予称赞 丝毫不掩饰对她的爱 叠个衣服夸她帅 溜完冰球抱抱也夸她帅 尽管林峰经常被夸得脸红羞涩 但从她上扬的嘴角可以看出 她非常享受妻子的赞美 从她们的相处细节中 几时可以看得出来 林峰对张新月非常依赖 总是喜欢黏着她 也许正是因为张新月的赞美 很好地满足了林峰在感情中的需求 渴望被人欣赏 渴望被人肯定 有人说 能在关系里占据上风的 大多都是嘴甜的女人 一个高情商的女人 往往会给人一种真诚 温柔 善解人意的感觉 会让对方感觉到如沐淳风 相处舒服 感情里除了要有爱 懂得欣赏对方 称赞对方 并且及时给予积极的情绪价值也很重要 明白这一点 也就掌握了甜蜜婚姻的钥匙 会让男人对你越爱越深 真实做自己 偶尔小任性 有人说 当一个女人敢发脾气的时候 那她的心里一定拥有足够的底气 蒋秦静 尽管性格有些敏感 却是一个真实不做作的人 在节目里没有太多的掩饰 有点慢热的她 出道陌生环境有些焦虑 下意识地去玩老公的手 却被陈建平傻傻地甩开 心中顿时产生委屈和不满 所以一路上 她都没给老公好脸色看 什么小脾气 小性子 也是表现得相当明显 后来 在她的哭诉下 陈建平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疏忽 赶紧认错 安抚她 这才犯片 在之后的相处中 陈建平时刻老记着讲情心的话 一路手牵手 两人恩爱地如交自己 女人在感情里 要敢于做真实的自己 其实在男人眼中 一个真实自然 偶尔有一些小人性的女人 是可爱有魅力的 一段舒服的感情 一定是可以让你放松地做自己 可以敞开心扉 展露自己的情绪和需求 生气了不要藏着业者 更不要委屈求却 懂得表达自己的情绪 男人才会对你更上心 更在乎你 苏森说 不好的爱情让人变成疯子 好的爱情让人变成傻子 最好的爱情让人变成孩子 婚姻需要储蓄美好的介意 而欣赏就是最好的手段 无论你的爱人为你做什么 我们都发自内心地感激对方 你会发现彼此之间的情感 才会增长 做让彼此感觉到舒服的事情 比如一起旅游 看电影 亦或是谈谈人生的感受 多做一些美好的事情 你的婚姻会更为牢靠 在婚姻中 最忌讳的心态 就是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只有感恩的爱与付出 才会激发双方更好的投入 无论是爱人还是被爱 要想感情甜蜜长久 就要懂得两性之间相处的智慧 学会事实的撒娇示弱 满足对方的情感需求 做最真实的自己 如此你便能获得男人一生的宠爱 和最美好的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